王仁甫在马来西亚做秀 季晴为了结婚 两周年秘密策划了到那里给老公一个惊喜 但没想到王仁甫在台湾机场走错路了 结果就刚好遇到了季晴 逮个正着 看到老公的季晴立刻蹲在地上 不知道怎么办 那么王仁甫那时候还搞笑的说 这衣服包包都是跟我的老婆一样 到底是谁啊 原来真的是自己老婆 而季晴为了要避免相遇 还特地买了经济舱的座位 但是空姐跟坐在丧物舱的王仁甫说 你老婆在后面 结果两个人最后 在当地吃了将近万元的法国菜 浪漫度过两周年结婚